嘟嘟嘟 电话突然被挂断 只剩下盲音在焦急地回荡着 三亿人 电话戛然而止 只剩下嘟嘟的响声 还在控制室回荡 张义坐在椅子上 眼帘微锤 思索起来 原本以为 只是去某个地方捞人这么简单 可现在看来 似乎还有更多的麻烦在里面 他可是一个很不喜欢麻烦的人啊 这个时候 杨幂忽然紧张地 搂住张义的胳膊 张义 他的眼神当中满是祈求 甚至泛着泪花 妹妹的危险让他格外焦急 只能恳求张义去救人 张义看着杨幂与周可儿 微微一笑道 放心好了 我说过会去救他 就一定会去的 虽然事情可能有些麻烦 但是对现如今的张义而言 却不是一件难事 毕竟 他现在可是有两个艺人帮手啊 把游大叔喊过来 当坦克顶在前面开路 徐胖子是控场的法师 张义在最后面找准时机阴人 如果遇到情况不对 他也能第一时间跑掉 这个阵型简直是完美 末世初期 三位艺人的组合可以横扫绝大多数地盘 况且现在的他 的确是太需要一个顶级的计算机高手了 听到张义的承诺 杨幂和周可儿都放下心来 张义安慰了他们一番之后 就回去联系游大叔和徐胖子 让他们陪自己一块过去 游大叔自然是一口答应 徐胖子不敢违背张义的意思 只当作是一次简单的搜救行动 也同意了 由于发现杨欣欣目前所处的环境有危险 张义也没有耽搁 让他们准备好之后 明天就出发前往天青学院 至于打电话的时候 听到的那个圣人如鬼的凄厉叫声 张义也大概能猜到是个什么东西 要么就是基因突变的艺人 要么就是其他变异的生物 虽然听起来很可怕 可是杨欣欣一个双腿瘫痪的女孩 都能存活一个月 说明那个东西 不至于让张义三个艺人都没办法应付 出发的前夜 张义在自己的房间里 轻点了一番武器装备 由于可能会面对变异体 所以要比之前对付普通人更加的慎重 就连手枪 他也换成了两把威力更大的型号 里面使用的是穿甲弹 这种手枪用起来后座力会更大 但是威力绝对值得信赖 其他装备 也一如往常般被张义准备好 方便贴身携带的就放在身上 大型武器就放在一空间里 全都是装填完毕 随时可以拿出来发射的状态 二天上午 杨幂和周可尔起来的大早 为张义准备了丰盛的早餐 张义当然是不会带他们出去的 两个女人虽然经历了一些残酷的画面 但是一遇到生死 怕是就会吓得腿软 他们又没有战斗力 只会成为脱油瓶 张义看着桌子上一大堆美食 也没有多吃 只是每样菜都尝了一点 东西吃得太多容易影响行动 粥和汤更不能多喝 万一到时候尿急 在这个天撒泡尿 说不定会连二滴都动坏 张义之前是吃过亏的 所以平日里出门 都不会提前吃太多东西 更不会多喝水 当然了 如果她的体能消耗过大 一空间里也有足够多的食物和水来补充 吃完了早饭 她拿起手机接通 喂 张哥 我已经过了江了 就在路边等你呢 徐胖子知道 张义家附近都是陷阱 压根不敢过来 直到现在 那片雪地稍微等我一下 我马上就过来 张义挂上了电话 便对一旁殷勤望着她的杨幂和周可儿说道 我要出发了 我离开的这段时间 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 你们先到地下室去待着 杨幂傻乎地问道 去地下室干嘛呀 这房子不是很安全的吗 周可儿拉了拉她的衣服 让你去你过去 就是了 周可儿可太了解张义了 知道她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消息是杨幂和周可儿提供的 旧的那个人是他们的妹妹 所以有可能 这是一场他们合伙做的局 故意骗张义上当的 虽然从各种角度来考虑 这种可能性都微乎其微 但张义从来不会相信概率学 她只相信自己 杨幂感到莫名其妙 可还是跟着张义与周可儿 来到了地下一层 张义把他们俩 分别关进了和金打造的房间 用自己最高权限的钥匙 把房门关闭 在她回来之前 没有人可以打开门放他们出来 这样的话 哪怕有人闯进来 也不会威胁到你们的安全了 张义微笑着说道 她临走的时候 给他们留下了足够的食物和水 里面有独立卫生间 也不需要为清洁发愁 周可儿温柔地笑道 嗯 谢谢你 张义 我们等你回来 杨幂此时心里面 大概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虽然被怀疑 让她心里面有些不舒服 可毕竟张义是去救她的妹妹 她也就不生气了 张义 你一定要把星星平安带回来 杨幂双手合十 表情紧张地祈求道 张义摸了摸鼻子 笑道 只要我过去的时候 她平安无事 那我肯定 把她完好无损地给你带回来 得到张义的承诺以后 杨幂拍着自己呼之欲出的胸口 放心地长舒了一口气 她冲张义抛了飞吻 等你回来之后 我再好好服侍你哦 张义咬了咬牙 你就洗干净屁股等着我吧 什么 屁股 杨幂大惊失色 下意识地双手 捂住自己的翘臀 一步步后退 张义大笑着离开了 杨幂害羞地咬着嘴唇 你难道 那里还是第一次 听说很疼呢 不过张义真的帮她就回妹妹 她 她也不是不可以奖励张义一次 毕竟什么事情 都得有第一次嘛 花儿从来都是越开越旺盛的 张义把两个女人 关在了合金房间里 走出家门 常常呼出一口气 如果可以的话 她也不希望 连身边的人都得防着 但是时事如此 想要安稳地活着 就必须事事谨慎 不得有一丝大意 再说了 地下的房子非常舒适温暖 而且她又留下了充足的食物 他们总比在外面冒险的张义要舒服 张义这么一想 也就不觉得 这么做 有什么问题了 天青学院 张义来到了江边的路上 徐胖子浑身上下 滚得严严实实地 双手插在兜里 跺着脚取暖 见到张义之后 她立刻亲热地招手 张哥 我在这 张义走了过去 对她说道 不是说过了 上午九点钟过来集合吗 徐胖子挠了挠头 傻笑道 我这不是害怕自己来晚了 耽误张哥你的事情吗 张义对这个胖子 也是有些无奈 他伸手把雪地车 从一空间取出来 打开车门对他说道 上来吧 外面太冷了 徐胖子高兴地坐上 副驾驶的位置 张义打开了车内的空调 以外界的温度 开空调的话 消耗的油量 还是比较大的 不过现在张义 有了徐胖子这个得力助手 以后需要用到燃油 很轻易就能取得 因此也不需要吝啬 空调一开 徐胖子整个人都放松了许多 他心道 张哥对我真好啊 怕我动着 还特地开空调 感动 张哥 我们今天去哪啊 张义淡淡地说道 去一个学校 就一个人 救人 哦 我懂了 那一定是张哥 你很重要的亲人 或者朋友吧 徐胖子一脸地认真 张义微微撇嘴 很重要的人 差不多吧 杨欣欣的计算机技术 的确是他现在很需要的 徐胖子感动了没一会儿 画牢的本性 就又开始作祟了 他在张义耳朵边上 唠叨个没完 恨不得把他从小到大 所有的事情 都和张义讲个一遍 张义也是破为无语 现在见了面 他用智能语音敷衍 徐胖子都做不到 也不好意思塞上耳塞 只能够尽量让徐胖子话 左耳朵近 右耳朵出 我们村的徐莉莉 嘿嘿 不是我跟你吹 他绝对是暗恋我已久了 他每次看我的眼神 都与其他人不一样 对了对了 他还特地跑过来 跟我道歉呢 哎 现在的女孩子 就是脸皮薄 喜欢我就直说嘛 干嘛不好意思 张义的脑门满是黑线 如果不是 接下来的事情 他还有用 真想一脚 把他从车上踹下去 对了 你们村子里的人 现在对我是不是什么态度 张义故意问起这个问题 果然 徐胖子的话音戛然而止 脸色也变得古怪了起来 啊 这个 这还用问吗 张义把他们半个村子的男人 都给杀了 或者弄残了 指望那些人 对他感恩戴德 绝对不可能 如果不是因为 畏惧张义的实力 他们绝对想要报仇 这些话 徐胖子不可能说的出口 可张义获得了暂时的安静 两个人在车上等着 没过多久 路那边就出现了 一辆黑色的雪地摩托车 人来了 张义说道 徐胖子也好奇地 抬起头望向前方 很快 尤大叔就把车子 开到了近前 张义 好久不见啊 尤大叔见到张义很高兴 乐呵呵地走过来打招呼 张义看到尤大叔时 也是眼睛里流露出赞赏的光芒 尤大叔的能力 是肉体强化 可以强化自己的体魄强度 增加细胞活性 所以他的肉身力量特别强大 自愈力也远远超过一般人 这是标准的坦克前排啊 而且多日不见 他的体魄 比之前变得更加健硕了 哪怕是隔着厚厚的衣服 都能够看出他健壮的体格子 好久不见 尤大叔 你现在状态也不错吗 尤大叔有些得意地 举起自己的胳膊 那是啊 我现在感觉自己的身体 年轻了十岁 就像那三十来岁的小伙子 体力和精力 都处于最旺盛的状态 张义挑了挑眉 暧昧地冲他笑道 主要是精力吧 嘿嘿 都有都有 两个人寒暄了一番之后 张义把徐胖子 介绍给尤大叔认识 这位是徐胖 徐春雷 一个冰雪系能力者 可以操纵冰雪 这位是游济光油大叔 肉体强化系能力者 一位值得尊敬的退伍兵 徐胖子和尤大叔 打了个招呼 算是认识了 不过两个人心中 都泛起了嘀咕 现场的三个人 都是一人 这只是末世来临的初期 觉醒者格外稀少 一下子聚集三人 概率得有多低啊 尤大叔藏不住心事 抱着胳膊问张义 张义 这次到底是要做什么 需要我们三个人一起过去啊 徐胖子也是满脸好奇 三位一人一起动手 对方的来头 恐怕不小吧 张义摆了摆手 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复杂 就是去学校就一个女学生 大叔和徐胖子的眼神 变得热切了起来 大学几年节 小学几年节 张义恶狠狠地瞪了徐胖子一眼 把你的死宅属性收一收 徐胖子无辜地捂住了嘴 张义说道 是我女朋友的妹妹 刚刚发现她的踪迹 就在这里二十多公里外的学校里 我发现那附近有些异常 可能是变异生物 为了安全起见 才把你们叫过来了 由大叔点了点头 徐胖子却从张义的称呼当中 察觉到了不对劲 变异生物 不是变异人吗 张义冷笑道 谁规定只有人才可以变异了 人可以变异 任何细胞生物都有可能变异 由大叔好奇地问道 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张义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天海市的物种挺齐全的 养宠物的人那么多 海鲜市场还有海鱼跟虾线 谁知道是个什么玩意 变异成精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人 但如果是人的话 肯定疯掉了 张义想起那个圣人的声音 绝对不是正常人类的声带能够发出的 由大叔哈哈笑道 没关系 不管那是个什么玩意 咱们三个人一起过去 都能给他收拾得妥妥贴贴的不是吗 张义点了点头 我就是这个意思 咱们三人联手 没有什么东西 能危害到我们的安全 由大叔点了点头 那还等什么 咱们走吧 好 出发 张义和徐胖子上了雪地车 由大叔则是骑上张义送他的摩托 张义打开手机的智能导航 定位到了天青学院 如今高空之上的星云卫星系统 仍然能够工作 定位还是可以做到的 哪怕有些误差 也八九不离十 定位结束之后 张义就发动汽车 朝天青学院开去 由大叔骑着摩托车 在旁边并行前进 幸存者 数日前 原天青学院就指 白色的大雪 已经将整座校区覆盖 除了几座中塔 和高楼的尖顶 从雪面上浮现出来 这座占地面积 达2000亩的顶级贵族学校 彻底消失在地平面上 很难相信 在这冰雪覆盖之下的繁华校区当中 竟然还有人存活 这依赖于天青学院校舍的兼顾 以及建造时投入的海量资金 毕竟这个地方上学的孩子 都是官换巨骨的子女 他们为自己孩子建造的学校 质量比公立学校 好了一百倍都不止 此时 学校里的一个体育馆中 还有一群学生在这里避难 雪层之下 空气稀薄 再加上连日来遭遇的恐怖事件 让每一个人都心里焦脆 大家三五成群的巨成一团 脸上都是憔悴 惶恐不安的神色 刚刚照顾他们的老师 去仓库找食物了 长发少女坐在轮椅上 正低头正正出神地 看着篮球场的地板 她的皮肤有些病态的白色 甚至比外面的雪更苍白几分 纤细的身形 仿佛一阵风就可以吹倒 娇弱不堪 但是 在那黑色的长发 精致小巧 不足巴掌大 模样与杨幂有六分相似 但是又与杨幂完全两种风格 杨幂的脸上 总是带着一股子倔强和自强 而她的脸上 那种柔弱和楚楚可怜 绝对可以让每一个男人 心中的保护欲爆棚 一句话来形容 就是 绝对可怜女孩 美得像一朵随时会凋零的花朵 她就是杨幂的堂妹杨欣欣 但是此时 这个天才黑客少女 却显得有些孤独 她的身边 只有一个多年的好友在 而其他同学都离她们远远的 不愿意沾上一点关系 甚至连看杨欣欣的眼神 都带上了厌恶的神色 并不是因为杨欣欣 做错了什么事情 仅仅是因为 她双腿残疾 而且她还活着 如今人人自危 大家谁都不清楚 暗中的恐怖生物 何时会出现 身边有一个瘸子 就等同于是多了一个累赘 偏偏她们的老师 又是一个极为重视失德的人 每次遇到危险 非得带上她 最开始 大家对杨欣欣 还没有什么怨言 反而会关怀她 照顾她 可是随着人死的越来越多 她们从最初的一百多号人 变成了如今的四十多人 大家的心态 就产生了扭曲的变化 只能坐在轮椅上的杨欣欣 哪怕什么都没做 都被当成累赘 甚至一些人把朋友的死 算在了杨欣欣的头上 别人都死了 凭什么你一个残废还能活着 会不会就是因为你的存在 才害死了大家 人类在死亡的绝境当中 要么迸发出极为难得的友善 要么迸发出 潜藏在内心深处的邪恶 后者较为容易一些 因为厌恶总比宽恕更容易学得来 而这份邪恶 让他们的内心无比扭曲 死亡的压抑之中 人总是需要找点方法来 释放自己的负面情绪 如果可以通过欺负弱者来获得快感 他们乐于在生死不明的时刻 尽情地挥霍这种罪恶 而强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 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 呼吸着稀薄的氧气 体育馆里的学生们 一个个都没有多余的力气活动 大家靠在墙边 或者坐在体操垫上 开始了议论 一个少女缓慢地开口 你们说 我们还能活下去吗 周围几个女生闻言 疲惫的脸上露出恐惧与无奈 另一个女生抱紧了自己的膝盖 颤抖着说道 我们一定可以活下去的 一定可以 可是 已经有太多人死了呀 李慧敏 袁思思 赵欢 佟思雅 一个个名字念出来 大家的心里都感觉冰凉无比 那些都是他们曾经的同学 也是他们眼睁睁看着死在面前的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流着波浪卷的女生 瞥见了轮椅上的杨欣欣 没有来由的 一股浓浓的厌恶感 从她的心头升起 那么多人都死了 为什么这个残疾人还活着 这个话题一开始 就很难结束的 众人仿佛找到了发泄口 琪琪用愤怒的目光望向杨欣欣 每次逃跑都得带上她 真是麻烦死了 梁老师也真是的 干脆让她去为怪物不就好了 就是啊 她或者还有什么意义 她这个样子 说不定哪天就病死了 我看她就是扫把星 自己不死 反而一直拖累着我们 女生们的表情 逐渐变得扭曲了起来 扭曲之中带着变态的愉悦 对杨欣欣的批评 让他们在这种绝望之中 获得了快感 只要把一切责任 都丢到杨欣欣的身上就好了 仿佛杨欣欣死掉的话 他们都能够活下来一样 又或许 他们只是单纯地 在释放自己的恶意与恐惧 一旦有人开启了这个话题 周围的人也会连带着受到影响 我觉得她也是个累赘啊 要是她死掉的话 会不会大家不用那么辛苦 她死的话 怪物也不会放过我们啊 但是 如果有下一次的话 我们把她丢下来 引诱怪物好不好 那样的话 最起码她的牺牲也是有意义的 反正都这个样子了 她还在苦苦挣扎什么 哪怕活下去 也是个废人吧 女生们议论地愈发肆无忌惮 他们的声音逐渐变大 最后脸上的表情 都变得扭曲而癫狂 男生这边 也有人在议论 保护杨欣欣的必要性 我们保护她够久了 也算是人之意尽了吧 一个平头男生皱着眉头 要不下次别戴上她了 这时候 一个背靠墙壁 烫着精致发型的男生 无奈地说道 我们说 有什么用 梁老师每次都舍不得丢下一个人 结果呢 啊 人还不是越死越多 她是这个班的班长 名叫吴成宇 就在这个时候 最开始议论杨欣欣的人中 忽然有一个扎着马尾边的女孩站了起来 她的脸上带着怪异的笑容 背着手 一步步走到了杨欣欣的面前 杨欣欣抬起头 有些畏惧地不敢看她 张 张梦宁 张梦宁走到杨欣欣跟前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她 她的目光慢慢变得恶毒起来 然后攻下身子 对杨欣欣说道 杨欣欣 拜托你赶紧去死好吗 你现在这个样子 完全是个累赘 好恶心啊 霸凌 张梦宁脸上带着微笑 对杨欣欣说出了这番残忍无比的话语 杨欣欣一下子待在了原地 她茫然地睁着眼睛 两行泪水就这么直接沿着脸颊滑落 众人看到这一幕 并没有谁站出来指责张梦宁 反而是嬉嬉笑了起来 甚至有人拍起了手 觉得张梦宁做得好 张梦宁 你够了 大家都是同学 你怎么可以说这么残忍的话 一个留着短发 相貌俊俏的女孩走过来 迅速地挡在了杨欣欣的身前 她是杨欣欣最好的朋友陆可然 如果没有她 一直推着杨欣欣的轮椅 杨欣欣早就死了 张梦宁捂着肚子 忽然猖狂地大笑了起来 陆可然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跟我这么说话 她的眸中闪过一抹鼻的寒芒 指着陆可然说道 你这种特殊关照入学的人 也敢跟本小姐顶嘴 忘了你的身份吗 张梦宁是大富豪家的千金 而陆可然虽然家境不错 可放在天青学院 只能算最底层 陆可然脸一红 握着拳头说道 你家里有钱又怎么样 现在这种时候了 你家里再有钱 能就得了你吗 张梦宁气愤地说道 住口 不管什么时候 你和我们之间的差距 都是无法抹除的 只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重见天日 我和你 仍旧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她眼神狠毒地望着杨欣欣 一边哈哈大笑 一边指着她 杨欣欣 就是因为你拖累了大家 所以我们现在 才死了那么多的同学 你就该赶紧去死 不要再狗活着了 杨欣欣眼中泛着泪花 被张梦宁如此恶毒地咒骂 她没有一句反驳 只是低下头 任由泪花落在洁白的手背上 杨欣欣却无法忍受 好友被人如此辱骂 她反驳道 张梦宁 欣欣她也是人 她也有活下去的权利 你凭什么这样说的 其他人的死 怪不到欣欣的身上 就在这个时候 又有一个留着长长马尾 长着一副公主般 鹅蛋脸的女生站了起来 她慢条思理地说道 可是 一个只能坐在轮椅上的残疾 的确会拖累我们大家 女孩名叫郑云聪 是一位江南省官员的女儿 她轻轻走过来 眼睛盯着杨欣欣 有一种天然的傲慢 在脸上呈现 所以 张梦宁说的没有错 你的确是个累赘 过去大家看待同学的份上 不丢下你 可你也不应该如此不识趣啊 仗着自己残疾 就道德绑架我们吗 这么做实在是太下头了 真的 有了这两个女生带头 其他早就对杨欣欣有所不满的人 或者纯粹是想要看别人死的人 也开始指责起杨欣欣来 杨欣欣很漂亮 而且身体有小儿麻痹症 再加上顶级黑客的人设 完美符合美强彩的设定 因此过去 她在天青学院里的人气 一直都很高 许多男生都渴望成为 她的骑士保护她 这就自然让许多女生 对她产生了极度的情绪 此时 压抑已久的恶念 也跟随大家一起 释放了出来 杨欣欣 你就别拖累 我们了好吗 真的是 要不是梁月老师心软 我早就想丢下你不管了 拜托 你能不能自己找个地方死掉算了 杨欣欣低着头 一句话都没有反驳 只是白希的手背 因为太过用力 已经浮现出了清金 陆可燃一个人挡在她的面前 努力为她争辩 你们为欣欣做过什么 每次都是 我在照顾她而已 你们不要把自己的绝境 爱在别人头上 张梦宁指着陆可燃 嘲讽地说道 陆可燃 你真可怜 人家是门庭显赫的千金小姐 你不过是个特殊照顾入学的学生 要不是 她身体有毛病 会跟你做朋友吗 我看她就是想使唤你 从你身上获得优越感罢了 别喘了 她要是好好的 才不会搭理你呢 陆可燃气愤地说道 才不会呢 欣欣她不是这种人 杨欣欣低着头 什么话都没有说 只不过 一群女生在她周围叽叽喳喳地 让她非常的难受 好吵呀 她低声说道 不过这句话 她早就被掩埋在了众人的争吵当中 学生里面 一个染着高级的酒红色头发 容貌精致的女生忽然走过来 大家不要再吵了 现在这种时候 我们大家更应该团结互助啊 红发女生一开口 其他女生的语气顿时弱了几分 因为她的家世 在班上属于顶流的那种 她自己也是班里的团支书 名叫沈妙可 沈妙可温柔地望着杨欣欣 低头说道 欣欣 你不用担心 虽然现在的你很麻烦 但是我们大家不会放弃的 我相信你也不会埋怨我们大家 对不对 以后让我们继续做好朋友吧 她一边说着 一边微笑着 朝杨欣欣伸出了自己的右手 沈妙可看上去是那样的温柔 她甚至还站出来 未被大家围攻的杨欣欣说话 只是她的语气 总让人感觉到 有些微妙的不自在 杨欣欣却并没有伸手 沈妙可等了片刻 表情有些尴尬 她脑袋一歪 想要透过杨欣欣的刘海 直视她的眼睛 难道 你连跟我握手都不愿意了吗 我可是一直最关心你的人了 周围的同学 也都是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还有人说道 妙可 你实在是太善良了 对她这种没用的人 还那么好心 喂 杨欣欣 你什么意思啊 妙可跟你握手啊 你可不要给脸不要脸 切 该不会腿残废了 脑子都出现问题了吧 女生们在这里嘲笑着杨欣欣 男生们则是在不远处看热闹 丝毫没有过来帮忙的打算 如今这种压抑的环境下 看别人被欺负 也可以让他们获得病态的快感 杨欣欣地手握了起来 正当她抬手向前的时候 众人的身后忽然传来一声一响 当 众人下意识地回过头去 然后就听到一声极为淒厉的惨叫响起 体育馆外三米高的金属窗被推落 一条五六米长 黑乎乎泛着金属幽光的大爪子 从里面伸了进来 那爪子扣住郑云聪的脑袋 非常轻松地拎上了高空 一张诡异的大脸出现在体育馆外 嘴角露出阴森的笑容 喵 开饭了 郑云聪的身体像个玩偶一样被拎了起来 他浑身僵硬 脑袋逐渐渗出血来 没等到他开口求救 人就被迅速地从窗口拉了出去 那只黑色的巨大怪物 把他拿到面前 伸出星红的舌头舔了一口 上面的道刺 立刻把他刮得血肉模糊 一张脸皮已然消失不见 啊 体育馆里爆发出惊恐至极的喊叫 所有人拼了命地往体育馆后面跑去 再没有人去管杨欣欣 只剩陆可燃推着杨欣欣的轮椅 往后面跑 一群人聚集到后门之后 却发现这里的门已经被堵死了 怎么用力都打不开 该死 是冻住了 快打开啊 要不然我们大家都得死在这儿了 一群学生焦急地尿了裤子 脸色煞白 这个时候 那个黑色的怪物已经钻进了体育馆里 他巨大的身体足有十几米高 全身漆黑沾满了血污 身上的毛发像是一根根钢针那般锋利 整个大门被他堵了个严严实实 他两只爪子抱着郑云聪 笑眯眯地舔了一会儿 然后一口咬掉了他的脑袋 扑痴 鲜血如同喷泉一般涌出 啊 一群女生吓得哇哇大叫 捂着自己的脸 双腿发软地倒在地上 男生们用尽了一切手段 想要打开后门 然而冰封了那么久 后门早就冻死了 后面还堵着数十吨的冰雪 根本无法打开 怪物把郑云聪的半截身体扔到一边 然后翘起尾巴 笑眯眯地朝体育馆里走过来 他歪着脑袋 似乎在打量着面前的这些小老鼠 不知道为什么 众人竟然从他的眼神里面 看到了一丝细血的神色 这让所有人毛骨悚然 眼前的东西 俨然就是一个拥有智慧的妖怪 趁着保护他们的老师 去找食物的机会 过来攻击他们 几十名学生缩在体育场的一角 面对眼前巨大的怪物 他们甚至无法生起一丝反抗的勇气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有人 把坐在轮椅上的杨欣欣朝前面狠狠推了过去 杨欣欣猝不及防 连人带轮椅摔倒在前面 果然 这引起了怪物的注意 他抬起爪子往前走了两步 陆可然吓得大喊道 欣欣 他想要去救杨欣欣 可是此时 他双腿已经不听使唤 根本动弹不得 眼瞅着黑色的怪物 距离杨欣欣越来越紧 已经低下头 开始打量着地上的这只小老鼠 就在这个时候 刚刚推杨欣欣的几个男生猛地朝门外跑去 黑色怪物的脑袋微微转动 琥珀色的毛子盯上了他们 嘴角 扬起了一抹好似嘲讽的微笑 啪 两个男生还没有来得及跑出去 就把黑色的大爪子 一下一个拍倒在地面上 啪 黑色怪物 只是稍微用了点力气 可是这力量 也不是他们的身体能够承受的 两个人内脏都被压破了 口中喷出大量的鲜血 但是他们不愿意就这么等死 仍然拼了命地想要爬起来 往外面跑 他们 可都是家境显赫的公子啊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 他们就注定是这个世界的赢家 他们的起点 都是绝大多数人一生无法企及的终点 他们会拥有最光明的未来 享受着这个世间美好的一切 怎么可以在这个地方死掉 而黑色怪物 也舍弃了趴在地上不动弹的杨欣欣 爪而扭头朝他们走了过去 他的大爪子扒拉了一下 比钢刀还锋利的爪子 就把他们扯了回来 身上瞬间被开了个洞 鲜血标剑 此时的黑猫 是背对众人的 陆可燃鼓起勇气 赶紧跑过去 把杨欣欣给扶起来 吴承宇眼睛一亮 低声对旁边几个关系好的同学说道 我明白了 这怪物喜欢攻击移动的物体 刚刚杨欣欣趴在地上装死 反而逃过一简 旁边几个男生闻言 恍然大悟 怪不得李勇和周克奇想跑 反而是死得最快 那怎么办 我们躺着装死吗 吴承宇眸中闪过一抹兵吗 躺着装死也不靠谱 谁也不知道 那时候便对身边的同学挑唆道 快 趁着那怪物被吸引了注意力 我们马上离开 继续待在这里 也是个死 得有人出去 喊梁老师回来 否则的话 大家都得死 几个人都说着这样的话语 鼓动周围的同学们 有些人胆子小 不敢这么做 毕竟要出门 就必须越过挡在门前的黑色怪物 可是 也有几个单纯的 觉得语气这么等死 不如尝试一下 大家一起冲 他总不可能 把所有人都干掉吧 留下来 还不是一个等死 几个男生红着眼睛 在极端的恐惧之下 诞生了极致的愤怒 这种愤怒 给了他们勇气 此时 怪物正低着头 用大爪子 扒拉着面前两个 苦苦挣扎的小老鼠 李勇与周克奇浑身鲜血 却仍然没有放弃存活的希望 他们拼了命地 想要往门外爬 同时伸手向其他同学们求救 救救我呀 不要放弃我 求求你们了 吴承宇 小然 我们不是最好的兄弟吗 怪物 没有直接把他们杀死 而是蹲在地上 一脸诡异笑容地 看着他们拼命挣扎 然后时不时地 用大爪子扒拉两下 把他们像车咕噜一样 从这边扒拉到那边 又从那边扒拉到那边 不像是在捕食猎物 而像是在戏弄 两个有趣的玩具 另外几个男生 趁机捏手捏脚地 绕到怪物的背后 想要钻空子跑出去 面对李勇与周克奇的求救 他们置若罔闻 李勇和周克奇绝望了 他们恶狠狠地吼道 你们别想自己活 一边说着 他们一般伸手指着 怪物背后的几个人 快看那里 他们想跑 他们想跑 怪物微微眯起眼睛 脑袋诡异地反转 拧了180度 望向身后 那几个想要趁机 跑出去的男生 瞬间被他死死盯住了 几个人后背发凉 生死一线之间 选择加快脚步往外冲去 啪 啪 啪 大爪子在空中 迅速地拍落三下 那动作看上去格外地优雅 没有使用多大的力气 可是那三名男生 却瞬间倒地 胸腔都被拍碎了 堂刀与女舞者 被怪物拦下的三个人 愤怒地瞪着李勇 周可奇 畜上 李勇和周可奇 知道自己活不久了 嘴里流着鲜血 哈哈大笑 都别想活 别想活 要死的话 我们一起死 怪物得到了七个可爱的小玩具 一时间竟然有些兴奋了起来 黑色的大尾巴高高翘起 大爪子在地上来回扒拉 而就在怪物的注意力 全都被这两拨人吸引的时候 早就准备多时的 吴成与三人猛地窜出去 跑出了体育馆 他们的脸上满是 劫后余生的清醒 吴成与嘴角露出得意的笑容 不好意思啊 与其大家一起死 还是让你们死比较好 旁边的几个人恭维道 成与 你可真聪明 让那几个家伙 先去吸引怪物的注意力 然后咱们再跑出来 几个人一边拼了命地跑路 吴成与一边对他们解释道 那玩意 我早就觉得像是变异的猫 猫玩性大 抓住猎物 要先玩够了再吃 而且除非饿极了 对死老鼠 不会有多大兴趣 体育馆里面 怪物发现逃走了几只小老鼠 但是他没有在意 毕竟其他小老鼠都在这里 这座体育馆 如同他的粮仓一般 可以吃到饱了 其他同学色索在角落里 看到吴成与几人逃了出去 眼睛里充满了羡慕 于是 又有人想要效仿吴成与三人 偷偷溜掉 可是 怪物已经开始注意 自然不可能让他们如愿 啪 啪 两声脆响 明显比之前的声音更大 怪物似乎玩得有些腻了 也就不再留着他们的性命 黑色的大爪子抬起来之后 地上只剩下两具血肉模糊的躯体 几个女同学发出了惨痛的尖叫 捂着脑袋几乎崩溃 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愤怒地喊声传来 该死的怪物 不要伤害我的学生 听到这个声音 原本绝望的学生们 眼睛里又出现了希望的亮光 梁老师 是梁老师回来了 体育馆的门口 一个身材高挑 梳着高马尾的女子出现 她右手拿着一把古朴锐利的糖刀 朝着怪物就砍了过去 刀锋掠过之处 有一股奇异的波动 连带着刀身都有 淡淡的蓝色光泽闪烁 这饱含怒的一刀 快到令人眼花缭乱 刀锋蕴含的危险 让黑色怪物也不愿意触碰 苗屋 她发出一声圣人的鸣叫 迅速地朝旁边闪去 梁月见到地上的一堆尸体 眼神非常悲痛 但是又看到 蜷缩在体育馆一角的学生们 她权衡力弊之后 没有选择在这里与怪物交战 梁月的身体 缓缓地朝着体育馆里面移动 把大门的方向让了出来 怪物领会到了梁月的意思 嘴角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然后一低头咬住一具学生的尸体 巨大的身体 却无比灵活地轰隆轰隆 消失在体育馆外面 梁月双手持刀 谨慎地一步步往外面走去 可是到了外面一看 已然见不到那个怪物的身躯 只剩下她在雪地之中 钻出来的横七竖八的冰雪通道 梁月心中常常松了一口气 同时内心又涌现出 无法形容的疲惫 老师这个样子 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他又能保护自己的学生 到什么时候 一个多月的时间 身边那么多学生死了大半 或许总有一天 所有人都会死在这里 他也不例外 梁月把唐刀收回刀鞘 团支书沈妙可走了过来 弱弱地说道 梁老师 他们的目光望向梁月脚下的 一个蛇皮带 梁月语气轻缓地说道 把食物给大家分一下吧 说完之后 他找了个角落 怀中抱着唐刀 闭上眼睛开始休息 他实在是太累了 末世到来之后 学校里大部分的人都死了 并非死在寒冷的血灾之下 而是死在那只怪物的手里 如果不是梁月自身武力之高超 又觉醒了异能 现在的他 也绝对变成了 那怪物独中的美餐 可是 他需要保护那么多的学生 又要时刻提防 随时可能会袭击的怪物 早已经心力交瘁 沈妙可和几个女生 一起把食物拿了回去 然后分给幸存下来的学生们 不久之后 吴承宇三个人也回来了 装作若无 其实一般先去取了一些食物 而对于他们鼓动同学送死的事情 仿佛没有发生过一样 就在这个时候 原先站出来斥责杨欣欣的张梦宁 忽然疯了 郑云聪是他最好的闺蜜 两个人从小就是玩伴 此时郑云聪的死 让他受到巨大的刺激 他跑过去对杨欣欣骂道 为什么大家都死了 你还活着 你这个废物 才是最该死的那个人啊 凭什么 凭什么你不去死 杨欣欣依旧什么话都没有说 有什么好解释的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陆可燃愤愤不平 张梦宁 你讲不讲道理 这事情能怪欣欣吗 张梦宁一边流着泪 一边跺脚骂道 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怎么样 沈妙可劝道 张梦宁 你别这个样子了 说着 他拿出一份食物递给杨欣欣 欣欣 吃点东西吧 张梦宁见状 一把就将那食物给打翻在地上 他恶狠狠地说道 不要在他身上浪费粮食了 学校仓库里的存粮是有限的 他这个残疾早晚会被吃掉 倒不如把食物留下来 给有用的人去吃 闭目眼神的老师梁月 缓缓睁开眼睛 看到学生之间发生这样的矛盾 他无奈地又缓缓闭上眼睛 他太累了 而且这样的事情 几乎每天都要发生 每天都会有人疯掉 都会有人因为 无法承受巨大的压力而吵架 甚至打在一起 他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管这些事情 必须把所有精力 拿来对抗那个神出鬼没的怪物 只要学生不是闹到要杀人 他都不会过问 张梦宁还在那里吵闹 体育馆里只有他声嘶力竭的骂声 角落里 一个坐在体操垫上的女生 捂着脑袋 眼神崩溃地说道 没用的 没用的 再怎么吵都是没用的 我们都会死 都会被那个怪物吃掉 你们还不明白吗 我们全都是他故意换养的食物 之所以我们能活到现在 是因为他喜欢吃活的呀 变异生物 这个女生的一番话 让所有人都感觉毛骨悚然 的确 那只怪物每次出现 都会挑选几个人杀掉 从来不会过多的杀戮 就好像是在豢养一群鸭 等想吃的时候 再挑出几个杀掉 我们 已经不会再有希望了 那个女生崩溃地喊道 更不会有救援什么的出现 这个世界已经完蛋了 这个时候 班长吴成宇 却咬着牙说道 会有的 一定会有的 我们这些人都是这个社会的精英 将来注定高高在上 成就不凡 怎么会在这里死掉 他抬起头望向天空 那里已经被厚厚的冰雪所封闭 只要能够离开这里 联系到外界 我爸爸一定会带人过来救我 可是怎么离开这里 到冰面上面去 这才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梁月的实力很强大 作为天青学院的特聘教师 他曾经是华国五英级的武术高手 甚至曾经担任过某位 高层领导夫人的贴身保镖 如今觉醒了异能 实力更是强大无比 可是他再强大 也没有能力 带着一大群脱油瓶的同时 对抗那变异的怪物 张义和徐胖子 游大叔三人按照导航 经过一个多小时 终于到达了天青学院的旧址 来到这里之后 天地之间只剩下一片白茫茫 好在天青学院的附近有一座小山 可以以此作为参照物 不至于无法确认方位 三个人下了车 张义就把手枪握在手中 对其他两人道 警惕一下周围 小心有危险 徐胖子吞了口唾沫 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后面退了退 而游大叔则是义无反顾地 站在三个人的最前面 不仅是因为他的体魄最为强悍 作为一名军人 又是三人当中的长辈 他觉得自己保护张义和徐胖子 是理所应当的事 可是看着眼前白茫茫的大雪地 游大叔也有些犯难 但是 这到处都是 学给掩盖了 我们怎么确认 你要救的人在什么方位啊 张义掏出手机 想要联络杨欣欣来确认 可是手机根本拨不通对方的号码 我这手机信号有点差啊 张义也很无奈 大家找一找吧 这学校的面积很大 一定有高层建筑露出来的 地图上面有学校的结构 只要找到一座建筑 就能弄清楚杨欣欣的大概方位 徐胖子露出一张苦瓜脸 这种贵族学校面积可大着呢 我听说 里面甚至还有高尔夫球场 张义点了点头 这所学校的面积有三千亩 咱们开车慢慢找 也用不着太过着急 要是没有车 他们不知道得找到猴年马月 游大叔便说道 那我们分头找吧 这样速度快一点 张义摇了摇头 没有必要 安全起见 大家还是一起行动 关键是稳健 游大叔嘿嘿一笑 点头同意了张义的说法 于是三个人上了车子 开始在附近寻找高层建筑的痕迹 果然 不一会儿 他们就看到了一些尖顶状的建筑 前面有一座高塔 过去看看 张义和徐胖子下了车 走过去查看 对照着网上查到的图纸 张义确认了 这里是天青学院的天文中心 天文中心的位置在东南 是校区的前方区域 而学生宿舍与食堂的方位在北部 差得很远啊 张义看着手机仔细地思索着 徐胖子却说道 有没有可能 他们躲在教室里面 或者体育馆这种开阔的地方 毕竟在雪面以下活动的话 必须得有较大的空间 否则氧气浓度是不够的 还得考虑头顶上方雪层坍塌的风险 张义微微粗眉说道 说不好 这个校区非常大 我们只能够挑可能性最大的区域寻找 首先就是宿舍与食堂 这两个地方是可能性最大的 毕竟有衣服 床铺和食物 其次就是体育馆 分析着杨欣欣可能处于的方位 而徐胖子与游大叔也没有闲着 两个人来到天文台的塔尖 开始尝试寻找入口 这一点对徐胖子来说简单 他使用异能 操控着地面上的冰雪 朝周围散去 很快就露出 天文台的尖顶也逐渐变大 露出了 张义 这里可以进去 徐胖子兴高采烈地说道 张义不以为然地回答道 下去这里有什么用 咱们又不是来收集天文望远镜的 徐胖子 打 他本以为自己会受到夸奖 谁知道张义不买账 他的表情立刻变得沮丧了起来 张义抬起头来 改变了语气 不过 里面的专业天文设备收集起来 或许以后用得到 专业级别的天文望远镜 以后拿来侦查敌情 说不定行 反正来都来了 好东西 不拿白不拿 徐春雷信心大增 就跟游大叔捉摸着 沿着窗户跳进去 搞一些东西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 张义的后背 忽然有一种如芒在背的感觉 立刻转身 摆出了战斗的姿态 双手的枪立刻对转前方 而当他看清楚面前的东西时 也是忍不住瞳孔紧缩起来 在白茫茫的雪地上 一只巨大的黑色怪物 静静地趴在雪地上 眼睛死死盯着他 扶在雪地上的身体 仿佛随时都要向前扑出一半 由于他半边身子在雪地中 张义无法判断他的体型大小 但是张义参观过恐龙博物馆 光是看这头怪兽的头颅 和霸王龙的脑袋都差不多大 漆黑的身躯 浑身的毛发如同一根根钢针 琥珀色的瞳孔 带着几分诡异的细血盯着他 变异生物 张义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这个名词 如果没有猜错 他就是杨欣欣通话中 听到的那种声音来源 张义警惕地望着他 随时等候他的袭击 可是令他意外的是 那只怪物就这么死死地盯着他 没有袭击的意思 嗯 张义微微皱眉 感觉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野兽只要找到机会 都会立刻发动袭击 刚刚张义背对着他 他却并没有袭击过来 即便此时一人遗兽面对面 他只是从怪物的身上 感觉到诡异 却没有感觉到 那种嗜血的杀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雪中通道 突然出现的巨大怪物 让张义吓了一跳 但是很快 他就调整过来心态 毕竟经历过多次生死 他的心态早就坚硬如铁 可是 他却意外地发现 那只怪物对他没有敌意 正当张义心中在思索 应该怎么对付他时 徐胖子和游大叔 要几根绳子爬下去 他们的出现 引来了怪物的目光 而徐胖子一看到 那么大的怪东西 吓得啊 一声大叫 出于本能 他右手朝前一挥 发动了自己的能力 漫天冰雪 从雪面上被崛起 然后朝着那头怪物洗卷去 张义顿时喊道 不要 可是他开口已经晚了 在雪地上 是徐胖子的主场 他发动攻击 只需要一个念头 暴雪从大地上涌起 其中夹杂着 许多厚重的尖兵 朝黑色怪物砸去 那头安静匍匐 然后身形如闪电般 在白茫茫的雪地移动 好快 张义的瞳孔猛地一缩 那黑色怪物的身体非常巨大 但是踩在柔软的雪地中移动 速度丝毫不慢 甚至可以说快若闪电 轻而易举地躲开冰雪攻击之后 他朝着徐胖子就冲了过来 野兽的速度 果然不是人类可以比拟的 张义毫不犹豫 直接以异能覆盖全身 二倍速 通过空间系异能的加持 他的速度可以提升为两倍 只有这样才能应付那头怪兽的攻击 眼瞅着黑色怪物 已经冲到徐胖子跟前 张义的双手握着枪 迅速地开枪射击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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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壳 哗啦啦落地 张义不敢节约子弹 黑色怪物的速度很快 但是在二倍速的能力之下 张义还是迅速瞄准了他 穿甲弹打在他的身上 火花四箭 那坚硬的毛发都被打断了几根 他的动作减缓 发出更加愤怒的叫声 可看上去并没有受到太严重的伤 张义忍不住倒吸冷气 这可是穿甲弹 竟然只是打断了他的皮毛 趁着这个间隙 由大叔也冲了过来 他挡在徐胖子的身前 浑身的肌肉迅速地球起 就连个头都长高了几十厘米 变成一个身高两米的魁梧壮汉 古铜色的肌肤 变成石头一般的黄色 然后对准巨大的怪物 就是一拳 哄 这一拳正好砸在怪物的脸上 强悍的攻击 让由大叔脚底下的雪地 出现了巨大的凹陷 冰雪蹦践开来 那头怪物的脸扭曲了快九十度 巨大的身躯 都忍不住亮枪地后退了几步 苗屋 怪物的瞳孔紧缩 发出了愤怒至极的吼声 张义觉得这声音 肯定是猫科动物 是猫 还是动物园里跑出来的狮虎包 无论是哪一种 都极度危险 因为猫科动物 在同等体型之下 几乎没有对手 又累除外 毫不犹豫 直接收起手枪 换上了大狙 对付这玩意 手枪的威力根本不够看的 非得是狙击步枪才可以 冲锋局的玩法 固然没有手枪那么灵活 但是张义的能力 可以在不需要精确瞄准的情况下 射中目标 黑色怪物眼中 面前是三个人 皮操肉厚的游大叔 和徐春雷在一起 而十几米外 则是张义一个人 他自然选择了冲向张义 决定先干掉一个再说 张义手脚麻利的举枪射击 碰 大枪的轰鸣震耳欲聋 裹挟着异能的子弹 让这股威力更胜一筹 黑色怪物察觉到了危险 迅速地躲避 可是他的速度再快 也快不过异能加持的狙击枪子弹 啪 他的脸颊中了一枪 两排钢针直接被打碎 鲜血飞溅 黑色怪物怒了 忽然在雪地上蜷缩起身体 变成了一个浑身钢刺的大圆球 朝着张义就碾压过来 我尼玛 张义想不到 这怪物还会这么晚 轰隆隆 巨大的刺球朝着张义碾压过来 雪地都碎裂出了深深的裂缝 张义的速度是绝对躲不开的 可是他也没有躲开的理由 刺猿之门 开 张义直接在自己身前 打开了同像一空间的门飞 进攻虽然他很感兴趣 但防御更是他的强项 只要进入了一空间 无论你是什么生物 都要被禁止的世界所束缚 慢慢熬到死 苗屋 那头黑色怪物 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 生物对于危机的意识 是远远超过人类的 巨大的刺球 在空中猛的一个拐弯 然后冲到了数百米开外 操 真是可惜 差一点点 张义就能把这个家伙给抓住了 他也想研究一下 这种变异的生物 与变异人有什么不同的 徐春雷和尤大叔赶紧跑过来 与张义站在一起 目光谨慎地盯着那头黑色怪物 张义举着手中的狙击枪 也是对准了他 不过张义没有开枪 而那头黑色怪物 朝这边淒厉地叫了两声 声音难听地 让三个人想要无尽耳朵 他好像在骂人 而且骂得非常难听 几个人的脸上露出无语的表情 黑色怪物没有再进攻 他也意识到 眼前这三个人并不好惹 所以他谨慎地一步步后退 然后突然扭头往后面跑步 不久之后 他竟然突兀地消失在了雪地里 嗯 他哪去了 由大叔看得目瞪口呆 那么大一只怪物 竟然一下在眼前消失了 徐胖子惊愕地说道 难不成他也掌握着空间系的异能吗 张义缓缓放下手中的枪 说道 不像是 如果他有这种能力的话 刚刚就应该使用出来了 张义对于空间的异动非常敏感 他能感觉到 那家伙已经跑远了 几个人小心地 走到黑色怪物消失的地方 果然 他们在雪地上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洞穴 一直通向雪地深处 原来是有地洞啊 由大叔说道 有这玩意在附近 我们想要找到人 怕是会很麻烦 徐胖子双手抱胸 一脸的认真 可是 如果这怪物一直在附近的话 学校里不应该有活人才对 张哥 你得到的情报 真的准确吗 殊死一搏 徐胖子的怀疑不无道理 别说普通人了 即便是他 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 都差点被那只黑色怪物秒杀 而且以那种体型来看 所需要的食物量也非常巨大 起码是普通人的几十倍 除了吃学校里的人 徐胖子想象不到 他如何存活至今 可是张义并不这么认为 有一件事情 你们刚刚没有发现 这个家伙一开始没有想伤害我们 张义看向徐胖子 如果不是你突然对他出手 激怒了他 或许现在不会是这种方式收尾 徐胖子一脸猛逼 啊 是我惹怒了他吗 可是 人家当时害怕极了 张义回忆起那个怪物的眼神 总觉得他有一种灵性 不像是完全失去理智 只知道烈食的怪物 便宜有可能让他的智力 提升到很高的层次 甚至不弱于人类 而且那通电话 我的确听到了杨欣欣的声音 这总不可能是怪物做的 他走到那个巨大的地洞跟前 往 地洞很大 哪怕是开着车子进行 都没有问题 而怪物需要通行的话 钻出来的洞穴 正好为里面带来了流通的空气 这或许就是 他们没有被憋死的原因 张义思索了许久 才做出了一个决定 走吧 我们从这里下去看一看 什么 从这里下去 徐胖子吓了一大跳 万一再碰到那个怪物 该怎么办 张义深深看了徐胖子一眼 你要不要再好好想一想 你在说些什么 徐胖子被张义看得有些不知所措 张义无奈地深吸了一口气 你小子是不是忘了自己的能力是什么了 你特么的一个冰雪系能力者 竟然害怕在雪中战斗 徐胖子恍然大悟 啊 也是哦 凭他的能力 越是冰雪多的地方 他的战斗力就越强 哪怕是深入雪地之中 那头怪物赶来袭击的话 分分钟就能被徐胖子 用数万吨中的积雪活埋 徐胖子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刚刚有点被吓傻了 他们三个人当中 就属徐胖子实战经验最少 而且论胆子 他也是最小的那个 以后经历的战斗多了 他的实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强 异能的强悍与否 不是决定战斗力的绝对因素 头脑 胆量 乃至运气 都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徐春雷的能力打底 再有张义的绝对防御 和由大叔这个坚实的肉盾在 他们并不畏惧在地下遇见那只怪物 张义把两辆雪地车收入了一空间 三个人沿着怪物制造出来的洞穴 一跃而下 落到地面之后 才发现雪地之下的世界四通八达 这里是怪物的地盘 早就被他打通了许多通道 就是有些黑暗 张义取出矿灯 打开之后 瞬间照亮了前方上百米的距离 这下子 即便是那只怪物 想趁着黑暗突然袭击都做不到 张义从一空间取出了两盒彩笔 说道 我们用这个东西做标记 这样就不会在地下迷路了 可是地下我们更找不到路了 该怎么办 徐春雷问道 由大叔吸了吸鼻子 谨慎地说道 空气中有很浓的血腥味 徐胖子立刻说道 应该是那只怪物身上的 不知道他吃了多少人 我们要往血腥味少的通道走 张义看着胆小的胖子 无奈地翻了个白眼 我们三个人都在这里 雪地又是你的主场 你胆子大一点好不好 真要是遇到了他 跑得也是他才对 张义一边说着 一边从一空间 取出一把金灿灿的手枪 不紧不慢地 开始往弹夹里面塞子弹 由大叔一眼就认出了枪形 黄金杀鹰 不错 张义淡淡地说道 沙漠之鹰 世界威力最大的手枪之一 如果论杀伤力的话 是他之前所用的 紧用手枪十倍 毫不客气地说 哪怕是大名鼎鼎的 AK步枪都没有他的动能强大 缺点是 重量大 后座力强 一般人驾驭不了 有了他加上穿甲弹 如果正面遇到那只怪物 也能造成不小的杀伤力 张义装好了子弹 直接子弹上膛 对由大叔说道 由大叔 你的侦察能力比较强 咱们就跟着那只怪物的方向往前走 他要进食 就一定会追着活人的方向 只要咱们跟着他 就能找到活人的位置了 徐胖子还是有些怕怕的 异能的强大 并没有让他的胆子也变大 万一遇到的话 不太好吧 张义眯起眼睛 怕什么 有我们在呢 真遇到他你 尽管用冰雪把他困住就是了 他老老实实的还好 一旦助攻进攻我们 那就干掉 徐胖子听着张义自信满满的话语 心中顿时产生了踏实的感觉 有这么一位大哥带着他 真好 嗯 好的老大 由大叔凭借着血腥味在前面带路 而张义没走三 四米 就会把彩笔塞进血墙里面 只留下一个小小的尾巴 这样避免了记号被怪物发现 从而遭到破坏 天青学院体育馆 老师梁月带着幸存的40多名学生 已经在这里待了三天了 最后一次寻找食物 同样是在三天前 也就是说 体育馆里的每一个人 都处于饥饿的状态 对梁月而言 此时他陷入了巨大的两难境的当中 怪物就在周围环伺 只要他们稍微露出破绽 他就会出手杀死学生作为食物 梁月无法离开学生们 独自去搜寻食物 可是 让其他人离开 也等于是让他们去死 普通人面对那种变异体 不超过一分钟就会被吃干净 如果让学生们 都躲在封闭的房间里 以雪地之下细薄的空气来说 他们没有被怪物杀死 也会憋死 梁月拥有对付怪物的实力 却没办法带着学生们 一起去搜寻物资 这件事情 他们之前就尝试过了 结果就是 怪物无视了他 直接冲击学生的队伍 导致死伤惨重 现在 他抱着一把堂刀守 在体育馆的门口 三天来 怪物都没有再发动袭击 可是舞者的直接告诉他 那只怪物就在附近 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 梁月睁开眼睛 眼眸深处 闪过一抹疲惫的神色 连续三天 他都只吃了一点点食物 腹中的饥饿感 让他变得不安和焦虑 如果再这么下去 不需要等到怪物出手 他们就会有人饿死 梁月想要保护所有学生 这是他作为一名教师 和特聘保镖的指责 但是现实就是如此的残酷 逼着你不得不做出牺牲 冥想 梁月握紧了手中的堂刀 虽然饥饿的感觉非常难受 可是却同样能让人 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那是求生的本能 体育馆里 学生们的脸上 充斥着麻木与疯狂的神色 连续一个多月 不断地经历身边人的死亡 与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死亡威胁 他们的精神多多少少出现了问题 昨天晚上 就有一个女生 趁着所有人不注意 把自己吊死在了篮球架上 可是第二天 大家看到这一幕 谁都没有哭 依旧平静地不像话 梁月知道 事情不能再这么下去 他作为队伍当中唯一的教师 必须要帮这些孩子 博一个未来 梁月正思索的时候 班长吴承宇 和团支书沈妙可走了过来 梁老师 吴承宇开口 梁月抬头望着他们 吴承宇说道 是不是应该出去找些食物来了 再这么下去 我们会饿死的 沈妙可双手放在身前 勾着手指头 一副悲天敏人的表情 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 如果你一直在这里休息 不出去找食物的话 大家可怎么办啊 梁月的脸上 闪过一抹错愕 他看着两名班干部 吴承宇和沈妙可 都挪开目光 眼睛里略微有些不满 梁月瞬间明白了 他们是以为 他连续好几天 没有出去寻找食物 是因为害怕遭遇怪物 怕死 所以才过来要求 他尽一名老师的责任吗 梁月深吸了一口气 我是一名老师 不应该跟学生生气 他内心如此提醒自己 然后对二人说道 如果我离开的话 怪物再过来袭击你们怎么办 沈妙可依就是猝着眉头 所以说 梁老师 你这一次出去 一定要动作快些 抓紧时间赶过来啊 吴承宇咳嗽了一声 淡淡地说道 梁老师 这个问题你不用担心 我们会尽力保护好同学们的 他看着眼前的梁月 心里面有些鄙夷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想着保护好每一个人 真不知道 说你耿直还是蠢 不过 也幸好你是这样的人 否则的话 说不定我也早就死了 嗯 你还算是有些作用 可脑子不好使 那就乖乖听我这种 聪明人的话好了 反正就算是怪物来了 我推出去几个替死鬼就行 沈妙可双手合十 一脸祈求地说道 梁老师 拜托你了 我们大家的生命安全 可都寄托在你一个人的身上 梁月深深看了面前的 两个学生一眼 他没有说话 我们的堂刀撑地 缓缓站了起来 这时候 他才开口道 那好 我这就出去一趟 你们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吴承宇和沈妙可 自然是满口答应 一个多月的时间 让吴承宇摸清了怪物的习性 他喜欢细耍猎物 而且有储存食物的习惯 所以 他每次只会杀死几个学生 不会杀戮太多 实际上 吴承宇早就筛选好了几个炮灰 万一怪物真的来了 就把那几个家伙推出去 拖延时间 然后等待梁月回来就安全了 梁月握着堂刀 打开体育馆的大门 走入了冰雪长廊 身后的门 被几个学生迅速关上 梁月轻轻呼出一口白烟 目光在冰雪长廊的镜头看了一眼 然后一甩长长的马尾 朝着石塘的方向走去 他并没有走远 而是在走了一百多步之后 迅速地躲藏在冰雪通道的一个角落 梁月背靠墙壁 缓缓闭上眼睛 进入了冥想状态 冥想并不是什么神奇的能力 哪怕是普通人 都可以通过专人指导 来掌握这项能力 让自己的心境变得平和 他是每一名舞者 都要进行的必修课 可以让人抛除杂念 内观己身 据传说 古时候有武道 进入画境的绝顶高手 可以通过冥想 进入玄之右玄的内景世界 梁月虽然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 但作为华国武术的顶尖高手 以此并心静气 让自己的气息内敛 还是能够做到的 他已经耗不起了 与其这样等着 被怪物一个个把学生杀死 或者我们俩一起死 梁月的心中 已经有了死的觉悟 必要的时候 他会和那黑色怪物 同归于尽 他可以死 但是作为一个舞者 作为一名教师的尊严 让他必须保护好自己的学生 梁月的想法很好 但是他忘记了 作为天生的猎手 猫科动物 更擅长隐匿自己的气息 体育馆里 梁月离开之后 每个人都下意识地 往体育馆的角落里靠拢 杨欣欣坐在轮椅上 看上去依旧如水晶玫瑰一样脆弱 陆可燃蹲下来 伸手轻轻摸了摸他的腿和胳膊 还疼吗 几天前 杨欣欣被当作诱饵 推出去引诱怪物 幸好那怪物 对挥动的生物更感兴趣 他才幸免于难 但是那狠狠的一摔 也让他受了伤 手臂和膝盖都有余情 杨欣欣望着自己唯一的好友 脸上露出一丝苍白的笑容 我还好 冷得都感觉不到疼了 陆可燃见到杨欣欣笑了 这才放松了一些 不要放弃希望 我们还要好好地活着 对吗 杨欣欣点了点头 目光坚定地说道 是的 我们一定可以活下去 我们两个 一定可以好好地活下去 身边传来了 带着癫狂的讥讽 张梦宁面目猙獰地看着他们俩 真是白日做梦 你们以为好运气 一直都会眷顾你们吗 一个残疾 就算是活下去 又能怎么样 你什么都做不了 只会是个巨大的累赘 我要是你的话 我就自杀算了 自己活得痛苦不说 还要连累其他人 其他同学也露出一脸诡异的笑容 望着杨欣欣 他们觉得不公平 他们自己都肢体健全 活下来很合理 凭什么一个残疾人 也配合他们一样 享受活着的权利 这么苦苦坚持 有什么意义 下一次 怪物在出现的时候 你就不会这么好运了 杨欣欣没有反驳 她本来就不是一个 擅长与人争辩的女孩 除非在互联网上 陆可然看不下去了 想要出声为杨欣欣说话 这个时候 她抬起头 忽然看到一抹琥珀色 出现在对面的窗口 那是一个巨大的眼珠子 势不关节 高高挂起 快跑 陆可然吓得大叫了一声 黑色怪物无声无息地 出现在体育馆外面 如果不是看到了她 没有人能察觉得到 他们一直无法理解 为什么一只如此巨大的怪物 能够行动得翘无声息 跑 往哪里跑 等到众人回过神来 尖叫着四处逃窜的时候 怪物的爪子 轻易打破被他们加固的窗户 往里面掏了过来 五六米长的怪物手臂 锋利的爪子 像是雪亮的钢刀 上面的毛发 都是锐利的钢刺 她大爪子伸进来 对着里面就是一顿 我掏 我掏 我在掏 如果不是面临生死 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 竟然觉得有些可爱 嘟嘟嘟 电话突然被挂断 只剩下盲音 在焦急地回荡着